艺人车 李景奇 谢谢大家的掌声 没有一个月没说书了 去哈尔利德文社分寿演出去了 这个书馆呢停了两周 文杰也去 这边实在是你们派不开 回来呢接着给您说这段小吴 刚才李宁杰说这段 不错 很文明的一个节目 叫冤梦 其实啊 这个做梦啊 没必要去冤呢 梦见什么了 找人给冤一冤 可我有信心 要按老话说这叫什么呀 这就叫迷信 迷信迷信迷迷糊糊的心 软梦的 还有找人起名字的 哪一好名字 以后怎么怎么着 也未必 真的 拿郭德纲来说吧 他的名字不错 郭德纲 不错 郭德纲 他就耗给人家起名 哈哈哈哈 徒弟 你知不 你什么 我德的儿子 是你给起个名吧 啊 小的好啊 我给你起名 是我有个要求 我孩子这名字呀 得想亮 因为我说了相声 我这孩子以后也得名望大 没别的要求 必须要想亮 我也不让您 白起这名字 我们家富二代 我是 我有点钱 给您一万块钱 哇 我都让我乐 哈哈哈哈 一万块钱 起个名字了 说下个钱呀 知道吗 不会送你 也没有送一万 喝嘞 不就想亮吗 看死 查资料 啥一晚上 没有灵感 出去散散心吧 全速武装 不敢搭大百出去 毕竟有知名度 打扮好了 往外一走 人报案看出来了 跟郭老师出门啊 郭子刚纳闷 我用这样的 您还能认识我 您这个头 哈哈哈哈哈哈 再化妆 个头挡不住 我这溜达溜达 你出门 抬头一看 银行 光大就抗 郭子刚高兴 这样 光大 光明正大 这名不错 就光大了 你看这土地来了 师傅这名 宝贝 给你起出来了 响亮 没问题 你儿子叫光大 说完土地 蹦起来给郭子刚 民族民吧 我姓庞师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英雄近期大碎火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笑话都有 这土地也够矮的 打嘴还得蹦什么 第二天就开除了嘛 哈哈哈哈 这个当口相声跟平书 它不一样就在这儿啊 当口相声里边全是包裹 而且不需要任何夸张式的表演 就跟您聊天 聊着聊着您就乐了 评书不一样 评书有人物 跳进跳出 语气 表演上都以夸张悲褥 当然也不能太夸张 也不能过分 真太夸张了 我又吓了一跳 今天人来的不少 后边都忙了 哎呦 都忙了 大家好 我能看见 这是说个笑话 来以为呀 这一回来呀 没人听清楚 为什么呢 一寥寥的两周 而且又年底 大伙谁不置办点年货呢 串着亲戚 朋友之间小聚一下 有外地的朋友 回家过年 过年之间大伙聊聊 没想到 还有您几位热心的听众 我们特高兴 抱歉 朋友大家好 咱们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听书看戏 劝人方 三条大道 走中央 善了到头 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好 刚才报幕员已经把这个目录说了 什么题目呢 小五一 小五一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快要结束 下一个 下一个 也许是火烧新光寺 我说金光寺 说了两回 挪张鱼元 结果正到我家说 郭麒麟 放弃了就 说得很费劲 我说了 我再想回来 费了个口径 所以 金光寺就说了两回 我说了 你跟你师父小好啊 去挖坑玩了 我说不是我小挖坑 我挖坑也没人当理跳过 得把这部书给人说完 金光寺是小书 原著叫《恶僧传》 民国小书 吕霞 这部书全中国来说 就我师爷说 别人也不说 他是去扬州 淘旦的时候 跟当地评书艺人学的这个段子 也就六七回 就可以结束 原著是两本 但是后头没法说 全是贪心书爱 这好 这哪好 好了 这一个人是 我不擅长这 林杰兄 搞个破鞋呀 搞个破鞋呀 这都是林杰 这八二的活 咱就说片段 热闹开滑的地方 小武艺说到哪了呢 要我清明了 评书 长篇评书 他难就在这 他不能断 大伙儿端了 我也端了 我那晚上躺着 晚上想半天 说到哪了呢 说徐良死了啦 没这情节 说的二峡游湖 说的笑 那是大武艺 说的笑 说书的先生 没有管内容吧 说的哪呢 徐良上山会斗王兴隆 说王兴隆 干嘛 要找徐良的麻烦 给兄弟报仇 白沙山里泪 徐良 泪一匹王兴隆 喝得气 把人撕开了 这仇能瞒得了吗 弟弟死了 哥哥得出头啊 师父让人打了 徒弟也够呛 哈哈哈哈 那不就这事呗 兄弟让人活活 皮死死的这么残 大个子的不管 能行吗 而且又是练家 江湖人好联 你说 哦 你这么大能的 你兄弟让人打了 你连把屁都不敢放 逼自己这面子 在江湖上说不过去 没法和你 第二这口气出不来 第三 也是不服徐良 怎么这么大能耐呢 我得看看他有多的能耐 这才把徐良框上 不打得七零债 徐良这一上山 前文书咱们说 排下阵势 哪个叫刀山 哪个叫枪林 两根划刀一粒 徐良打底下过去 看你有没有这个大量 胆量小不敢过 不是说迎宾的 拿扇子 拿手绢一甩 啊 乖游乖游 那没事 刀往下一落 那就是 肉泥烂降 徐良大老大买过去 喝酒 吃肉 都不在话下 院里排开阵势 王星龙有三首决议 三首什么决议 头一首 叫八部大灯 一大条案 长的一个条案 条案上放了十颗白蜡 这么长的白蜡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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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 连跑了 这货就着起来了 这威润墙高大 风刮不过来 这我名字这种话 王星龙一乐 三将军 今天我就露一首 叫八部大灯 啊 怎么叫八部大灯 我往后退 八部 单榜一脚立 啪一掌 这烛火就灭了 啊 我跳一跳吧 啊 山西人我没见过这 王星龙站起来 当当当 往后退 退了得有八部啊 一台手 没看人怎么使劲 很容易啪一挥着 这烛火托就灭了 好家 十颗蜡 火苗的奇迷 火火 战主们 小楼兵们 鼓掌喝彩 这边绑着几位 江平 啊 展昭 江天大 能不能众人都傻了 江平心说完了完了完了 小梁子会这个吗 你要说比拳脚我知道 八部大灯 没见徐梁亮过 看来啊 都得叫在那里 雪亮一乐 啊 这个宝布大灯 我还真不会练 这样吧 我试一试 都摆好了 蜡烛重新点招 王兴龙说三将军 行吧 行不行啊 恐怕不敲 宋约赶紧过来 我说啊 你行 怎么办 我试一试 八部 太难为人了 咱们商量商量 别报部了 怎么着 起步啊 这样吧 五部打都行吗 这要是五部打了 徐梁就输了 都不用打 人家八部 你五部 那差三部呢 啊这样吧 我退十部 你看什么 你看八部 我打不灭 那十部 我就能打灭了 那 你行东西 想什么动气吗 我退八部 你退十部 你这比我就高两部啊 哼 哎呀 我说现在这 牛勺了呢 他都让你吹死了 三将军 请吧 徐梁好退 梁 一步 梁 三步 四步 梁到 第十步 啊 我 我先丑了 兄弟 完了吗 大伙都抢了 真行吗 徐梁也挥手 你都没看他使多的力气 老师说你运气 脑袋也大了 胳膊也粗了 这都是块儿 完了 那姑姑练杀了 我一挥手 啊 别说火苗子 十颗白蜡烛 全给打得棒 大伙都抢了 黄兴龙当时就傻了 啊 老将亲下好厉害的徐梁啊 行啊 老师 把火苗子打个灭 说打个白蜡子 我打个断 人家退了十分 火苗子灭 蜡子还断 呵 三将军 大宋国朝暗器的祖宫就是徐梁 谁也抄不过他 你比暗器 你能打出什么花火来 打香靶子 也是打蜡烛 这徐梁也会呀 说的话就看 王兴龙让龙和兵开始准备 拿来一个靶子 上过一个木杆 下头一个木坨 两边有两个木的横梁 在这支撑着 一瞧这上头 有一根粗的绳子 绳子下头 坠了这么大个 一个铜钳 铜钳挺大 当劲的圈可不大 下边还有黄的碎头 拿着铜钳大靶子 往这一立 再看王兴龙一身手 就打这标囊里 拿出一支标来 往后推 退了多远 三丈五 标拿在手里跟徐梁说 三将军 我就打这个金钱 第一支标 打金钱点你穿过去 你看 标头 标身 标准 标准是哪 标顶后头那碎头 那叫标准 起什么作用 不是说漂亮 定方向 没这个你打不好 把握不了方向不行 标头 标身 标准 不碰金钱 说哪怕 当了 出那么的声音 就算我白打这支标 我就输了 我把脑袋摘下来给你 咱刚才说了 钱大 当家那眼都很大 这两天了 边头 他敢这么说 就说明他有这能耐 没有三把神杀不胆 倒反西七 没有金刚钻 谁敢揽这瓷器活啊 好好好 另叫另叫 这是第一支标 第二支标 你身手拿出两支标来 同时发出 上打麻生 下打碎头 从前下的那碎 咱刚才说了 同时发出去 标同时到 前落地 我打这三支标 三将军 你行吗 我听着他说挺热闹 我没见过这么玩的 我打的都是香把子 香不腾 打蜡蜡 打这个东西 我还头会听说 大战主 你打一打 我瞧一瞧 你来看 说这么你来看 第一支标在手里 咱刚说了 退出去三张 他就留下 他就瞧着 刚才说了 真要当郎 发出清脆的声音 那就碰上 就输了 真看从这个 大金钱当家 这小点这 扔住我去 声音没有 徐良吃的耳朵听着 徐良啊 不是吃酥的 眼睛里不揉沙子 尤其旁边 臭豆腐风渊 就叛着出当郎那声 一看这标打过去 冯元汉来一句 打干了 你输了 而且学得不算 第一支标的国家 刚把第一支标打出去 再看王行龙一身手 掏出两支标来 撕 同时啊 两支标肯发出去 第一个奔上 第一个奔下 上头打麻生 下边打碎头 不是 同步的 也许差那么0.01秒 那都不算事儿了 基本上是同步 同钱 当落在地上 又是一股肤肠喝彩 三将军 行吗 这是大暗器 你要能按我这样来一遍 我就佩服你 你就是暗器的祖宫 如果你要是打不了的话 三将军啊 恐怕想下过这麒麟寨 是比登天还难 许良恶子 我打不了 真打不了 为什么我打不了啊 我先丢人啊 你这种打法在我们那儿啊 连那么揣开当初的小屁孩都会 连那个说相说的理解都行 谁打他呀 我要来我 就我怎么来 你怎么来呀 你还把这个签给我挂上 叫人准备 不再挂下 大金钱摆好 我也来一手绝活 我这第一手绝活 叫凤秋花 凤秋花也叫凤黄熊 标打出去 不穿这前眼 在这前眼当件淡着 也不掉 不往前倾 不往后偏 就在这淡着 这是第一支标 我第二支标打出去 打头一支标的屁股 把这头一支标给顶出去 第二支标在这淡着 一次同时把这第三支标 也是两支标 上头打这个荣神 下边打这个碎子 同时发出 金钱不能落地 我穿出去 把金钱包在手里 你也看这么熊猫 黄熊熊想动气啊 比我这花生 我扑了半天很容易 他说了半天 我都没听明白 三将军 口说无凭 你练练我看 都洗完了 头一支标打出去 不掉 就在这淡着 不可能 再看许良一身手 拿出一支标 咱说实话 瞄准打 那都不叫徐良 你甩手就冲下来 退出去三战五 你甩手 再看头一支标 打那金钱这 啪 穿过去 这标身就在前 前当下这淡着 你说淡一个小时 那不可能 一秒钟 就在这一秒钟的时候 徐良第二支标 可就出去了 打头一支标的屁 扑一下 那个快点 头一支标 当当落地 第二支标跟着大力 与此同时 徐良又拿出两支标来 收招 几乎是同工 上头打绳子 下头打碎头 金钱落地 还没落地 各位三战五 徐良 唰都过去了 标发出去 徐良身子也到跟前了 一伸手把铜钱拿在手里 你看我这个工夫怎么样 王兴隆一句话都没说 好 真是安静了 太厉害了 比我强的多的多 好啊 佩服 佩服 三将军 咱们再来第三种比试 哦 第三种比什么 第三种 咱们比水里的屋 比水里的屋 让徐良下水 一说这话 全傻 大伙都知道 徐良汉暗上是真能能力 水里头什么都不会 自己都管不了 在比试也门楼 看徐良这汉子的下 江平一声 完了完了 怕什么来什么 我说王兴隆 我记徐良比试怎么样 跟你说话 那会儿 三将军 不难得你 我往水里扔下 以我一个猛子下去 就能把他捞上来 你要是能比得了这个的话 我就佩服 干嘛王兴隆 让徐良下水啊 王兴隆知道徐良不会水 你不为什么 我让你来什么 那叫难为你 你说徐良 水里功夫也好 再让他下水 王兴隆不栽着跟桶 知道你不会水 让你下水 你伸手随便拿出来的东西 也许是个钱 也许是个铁块 拔大 债里头有湖啊 往湖里头一扔 把一个猛子下去 马上就上来 东西在手里 不算是 三将军 你来一个我看看 对会水的人来讲 这都是雕虫小鸡 就是快 你要说扔些去 等一会儿你下去 找这不容易 扔些去 人跟着也下去 不难 但是徐良他不会水呀 一看水眼睛发冰 他可要了命了 这可不好吧 心想这会儿我要说不行 那不是徐良 我说 王兴隆啊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也得下去 我下去算什么功夫啊 我跟你这么说吧 我能在水平上站着 而且我这个鞋底都不带式的 这你行吗 王兴隆心想开封府的人 别的能力没有 吹大力倒是一绝 在水平上站着 怎么着 鞋底还不湿 你来一个我看 再看徐良 腰眼一听气 往水上一走 各位 就看这两个脚在水平上站着 往下还跑了这么几步 一转身 又回来这么几步 跟着翻身上岸 抬斜嘴一看 鸟说一点水出炉都有 那太夸张了 多多少少有那么点点水 但是大部分不是湿的 王兴隆傻 他百思不得其解 都说徐良不会水 看水就晕 说你不会水 在水平上怎么站着你水性 得多高 这叫踩水的能力 灯水踏水 他不会水 不明白 怎么回事呢 徐良上山的时候 不光红冤跟来 前几书咱们了过 台湾族也有老少豪杰跟着来 怕徐良出事 其中有两位 一个小虾爱护 一个昌水艳的女人街 这俩一跳 让徐良比水里的姑姑 徐良叫到一边 大哥 你就跟他这么这么说 你就下去 剩下事你就甭活了 徐良也害怕 先说看我丢人了 我下手鼓动调理 喊救命 没人管 俩人事先在水里藏着 手在水平上待着 徐良往下一踩 俩人一拖徐良的手 往前走两步 一转身 给拖过来 那王兴隆哪知道 徐良这一上来 王兴隆连个人 三阵读书 我全书了 尤其最后一阵 怎么输的他都不知道 徐良啊 我不服 咱俩比试圈角吧 插招换势 斗在一处 徐良没跟他打 招架相昏 这打不过吗 那不是 请徐良打不过他 不能打 为什么不能打 第一 你把人兄弟给批了 你再玩 另一个人打 不相惯 第二 徐良想大事化小 不要把这矛盾再扩大 所以是招架相关 但是这个王兴隆 是隔离不着人的 恨不得把徐良给披露 玩了便吧 徐良一看 我要不露一手 我是震不住你 杀一晃身形 压心一身的功夫 身形无影 到轻于五云飞 教了 无影夫行 贴身书 就贴着王兴隆转 就在你背后 靠着你 你怎么甩也不能 把徐良给甩 转子半天 王兴隆跳出圈来 徐良啊 我打不过你 师父啊 你还不出来 拿手一指 债文 欢能文分左右 由哪里边 走出一个老和尚 徐良一看这老和尚 瞎欢 认识 谁呀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位 叫泥和尚 两空长了 徐良心想要了 清兵啊 看青帮修儒 是跟他修的能力 打了徒弟 师父出头 这徒弟我打得过 这泥和尚 我都打不过呀 你看辽空往这一站 不许良啊 刚才你露这几首 绝口我都看了 都说你不会水里的功夫 今天我一看不然 你水里的功夫 也是非常的高 你徐良这时候啊 连和尚都骗了 只要说向上的在 我估计上不了这档 向上的不有一段 当花出边 踩着水平过去 你得赶紧请回来 你这时候我不会 给你多少多少钱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 把我顾两人给我托过去 都是你去同工之处 三将军 徐良 刚才你打暗器 我配 拔不打刀 我也配 水下功夫更是一绝 我徒弟绝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他留意 我徒弟把我请出来 让我给他撑腰 我要是不管的话 以后传扬出去 我拿何脸去见人 三将军 徐良 今天这无党侵战 就是你 撂头之处 这不是说大话 你腿增了空 打徐良 一如反掌 人是剑口 又往身行 到徐良跟前 徐良这回可不敢跟人家斗着打了 二次的照片 把徐良累着 抵拔并将热汗之躺 徐良都这样 旁边爱护 等等众人 谁也不敢杀 风渊 看 今宝八亮 这会儿你哪怕 哪一个侠和也行 来一个跟他打 一会儿我们好救人就走了 咱们这会儿一个人都没来呢 风渊扯开嗓子 可就喊上了 哎 山神爷 独立爷 赶紧选领吧 来一个救家的吧 救我三哥一命吧 我三哥要归了没了 风渊你别看能力不大 嗓子清吼时之一喊 传出的老远 声音刚落 我三哥要归了没了 位子刚落 就听房上有人高喊一声 梁子 梁子修得惊慌 为师 打 我了 梁子 修慌 叔叔我来了 梁子修慌 师父我来了 独人来了一个 来了仨 往方上一看 并排站着仨老头 好家的大伙一看这仨老头全都乐坏了 谁想谁来谁 同一个徐良的寿业老恩师 斤斤好斗梅梁祖 梅梁祖 江可爷 那是柔名的互犊子 看徐良让人打成这样 眼珠都瞪门了 嗷嗷打房上跳下来 旁边一大子胖子 梅虾 紫兰波 欧阳春 这边有一位徐良心拜的一个师父 千朵老梅花 参景宫 全道 这仨人怎么来这么及时 我俩可能来的 这仨不来谁救徐良啊 是蒋平教 蒋平那还困着呢 指冯渊 冯渊只能把这几位招呼来 真上去打不行 也是真粗的 三位正好走到这 碰见这么个事 这就叫无巧不成书 来早了 不如来巧了 他赶上看劲了 也是说书的 写书的编书啊 有的时候 我还是发现 挺绝的 尤其写那个神鬼 封神榜 也不需要了和理性 实在不行了 请一神下来 拿一发宝比他还高 把这阵度 再请一个来 大伙也不去追究 真是赶村 您好 快递都上台了 什么东西啊 吓我一跳 哪位订个快递 金瓶梅啊 金瓶梅啊 这么多呢 给我留点板 撒老猴到了 来得太及时了 真是走到这赶上这茬了 就听那边有人喊 我三哥要归位了 又听这声是红门 到这一看 徐良让人家两空闭着 只有张家之公 并无关手之力 撒着二招跳下来 把徐良闪到一旁 没两个头一个过来 我说 你不是两空吗 你和尚 欺负我老没头的徒弟 来来来 咱俩比划比划 旁边梅花千朵 苍景宫也过来 那是王兴足的师父 后来徐良拜年见 这场恩怨才算花钱 苍景宫心说 我收个徒弟容易吗 我姐姐苍景宫 收那么多徒弟 那他出来几个 我也收了一徒弟 徐良 那是我撑门来的徒弟 让你给打了 我哪找这么好的徒弟去 我还得去日本学 那苍景宫能力多大 你们知道 梅花千朵 梅花长 快 那长数就跟打了马赛克 你都没玩不过去 再加上北侠冤春 这仨王这一待 太有分 俩建克一的侠客 北侠现在身份是侠客 但是能力已经超越了侠客 可以说是建克一党 等于来了仨借客 到姚子省事 跟我们借客 三人往这一站 遥空一瞧 这算全班 我打一个还行 这仨一块上个一个也打不了 遥空有心眼 连珠一转 比如 徐良 我跟你小小的玩笑 有那么玩笑 都快把人打死了 徐良啊 你是真有功 拿手一只王兴龙 蠢徒 你得赶紧三个好好学学啊 王兴龙一坐脚 我这师父着呢 墙头草 随风倒 人家这边墙起来了 他顺人那边 哎 三位 我是跟徐良 试试招呼 看看他有什么不知处 八流 强将手下 不若兵啊 我看这个矛盾 就这样啊 形容啊 大人 办大事 大笔 写大字啊 宰相都里能成传 你那兄弟王兴族 确实做的不对 我看这件事情 就这样吧 为师 搞不知了 念着佛号走 这叫什么师父 这辽空 真这人小 就这样 人家那边真来仨 我就向着徒弟玩命打 我打不了人家 我脑子肯搁着 辽空心想 这事儿把你不聊 各位 下套书叫白威大虾 辽空收一徒弟 谁呀 王兴族他儿子 四面金刚 小王春 长得跟徐良是一模一样 你说怎么那么寸呢 就 我怀疑是徐庆的事儿 四面金刚 万春子俩 黑眉毛 王兴龙还有他师父 找高人 给变成了白眉毛 往这一战 假的青丝大混刀 这跨于雕囊 火吞了徐良 一个老和尚 再加上帮兴龙 师徒二人教这个王顺 教了满身的能力 一眼皇宫 杀了多少人 栽赃给徐良 那套书差点没把徐良给整死 这就说能得罪君子 不要得罪小人 辽空就属于小人 有什么事儿咱再说 这场矛盾就算平息了 说了 三阵独书有 你输给人家了 老师出头 老师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散山不提 大伙回到 自己的家中一看 心都寒了 再看孝美狼军 沈宁杰往那一躺 说实话 晚来一天 这人就交代了 江天大过来一把麦 这一声叹息 徐良这心就提到咋子样了 老人家 他怎么样了 幸亏咋来一天 有十来一天 明杰这条命 就保不住了 诗咱俗传八发 沈宁简断结说 把沈宁杰就给治好了 沈宁杰不能死 怎么治 咱们也不用戏表 因为原文上 也没有多费文笔 大伙这都恢复一下元气 整装待发 商量商量 怎么去捉拿 盗宝的贼人 白菊花燕飞 大伙一商量 蒋平说 咱们要这么去不行 现在王继先已经做好了准备 跟咱们开宗府就算玩了命 老爸说得好 先例后兵 这样吧 写下战书一封 派一个人给他送这封战书 让他雷乎回心 第一 咱们礼貌做到 第二 看一看书时 看看他山寨里请什么样的高人 也知道 陕西超天陵 那是一守南国 不好打 蒋平写下信心 一看两边谁去 同一个腾腾站起来 小兰军神明节 我去 你再恢复恢复 王继一蹦还咳嗽 往这边一探地霞派 王继世杰 小伙儿站得也精神 刘世杰他们能站出来 四老爷 四叔 我去 好 世杰 你可 独家谨慎啊 哪意思你要去 那可是龙谈龙血 虽说老话说 两国相争 不展来时 但是那边可是贼 你别忘了 贼就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没有主性 你真要弄不好 死在那 世杰呀 你可想明白了 把这封战书交给刘世杰 蒋瓶手都过去了 屋里人也知道 这件事情也不好办 真请个能力一般的人 真回不来 牛世杰知道 弄不好就死在那 大神罢也不算是吧 把书信拿过来 往怀里一吹 背背杆刀 邪化标荡 往外一走 徐良跟出来了 那世杰呀 三哥 有事吗 有事吗 我暗中保护你 哎 三哥 你小瞧我刘世杰 夏战书 我还用你暗中保护吗 刘世杰简断结说 被叶小忠是赶奔朝天陵 过马尾江来到朝天陵 一过江的摸冰就看见了 站住 干嘛呢 夏淑之人 请聊过来 过来 以伸手先把刀给摘下来 上山的规矩 不准带架 刀摘下来往旁边一放 标囊卸下来 啊 两边人拿一个黑色的 一碰 叮咚 真是他没有东西了 可以过去 等会把这包拿下来 你给我安检 走 你要带炸弹怎么办 你这简断结说都查好了 找来这个黑布袋子 把脸一蒙 干嘛这样不让你看山上一草一木 任何虚实都不让你看 你说进来探山 你根本看不到 刘士杰也知道 咱肯定得这样做呀 蒙好了 走了 兵家 咱咱这枪尖就在后腰上蹭 稍微往后退一股 能扎着春行葫芦 抱抱 一股一股上山 你别看他眼睛看不见 耳朵可好使 有时间就寻 山峰水生 每个人操练 啥呀 训练了 简断结说 高一股 哎呀 来到了 巨异分范丘 一进大厅 把黑股带子摘下来 刘士杰闭上眼睛 缓又缓 马上睁开 受不了 因为东方非常的强 睁开眼 你看 这边 哇 真是气质 正当中 无披荆椒 以王系先王之一坐 撇着嘴 沉着脸 就跟阎王爷在世一样 杀起劲 身后两个战殿将军 盈亏观察 撇着嘴 七个不服 八个不分 一百二十个不寒 这边有两个龙龙兵 说是龙龙兵 全是块 绑大 深沉 扛着九十八滚刀 王系先的家伙 再看两边 好家伙 三山兵棚 四海的好汉 全都就坐 王系先旁边有一把椅子 椅子上坐着一个老道 三手真人流老头 那是军师 也是剑客爷一份 刘世杰看了看 先找谁 先找白居花 眼飞一眼 看下白居花 两个人一对眼神 白居花 打着一个冷战 赶紧把头衣一下 为什么贼人带去 国家捉拿的要饭 这是 白居花一剥走 刘世杰看了看 行 朝天陵能打 为什么白居花在山上 四毛也在寨中肯定 你保存 大寨主 在下一霞太保 刘世杰 奉蒋平蒋老爷之命 前来下书 说这话非常的规矩 你挑不出理来 你伸手 把这封书信拿过来 往上一定 看谁来 拿这信 盘边坑坑站起来一位 这位长得还挺瘦 骨瘦如柴 但是瞧这意思挺狂 撇着嘴 你身手 把书信 抢过来 按规矩来说 人家必得于 双手接过来 再双手交给大寨主 这是规矩 你身手 抢过来 这个耳挂子 用时间练甲子 耳挂子 从上方向 挂 打着羊领 第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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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战三圈 打完之后 一无脑袋 打的是我吗 打的势太大 屋里就乱了 打人 打咱们的人 废了他 大寨主 下流 废了他 大脱乱 王继先不能吵吵 王继先也站起来 废了他 废了他 但就不是大寨主了 没有废个 陈文 嗯 白手 安静 刘世杰 你为什么打人呢 大寨主 您问我为什么打人 刚才的事情 大伙都看见了 我对大寨主 非常的礼貌 您也是陆林好汉 刘世杰 这叫会说话 陆林好汉 陆林好汉是什么 是贼 你不能这么说 你是贼 哪班了 你是陆林好汉 我刘世杰 在您的面前是蛮笨 我对您很敬重 规矩矩矩 把书信递上 你就应该叫一个人来 这就叫骂人了 叫一个人来 他派来狗 你应该叫一个人来 双手接过书信 双手练成大寨主 这也算对大寨主 您的尊敬 你再看这位画面鸟 杨玲 你伸手把书信抢过来 他哪是抢的书信呢 他是打了大寨主 您的脸 我知道大寨主 要知罪他 所以我替大寨主 冲了他一把掌 这话说的 你挑不出依赖 王继先把我压了压 挑荡过来 开封府的人还真会说话 好 刘世杰 既然这样 会在你旁 刘世杰退下 王继先看了看画面 好 杨玲 杨玲 书信乘杀 哎 这我也老实了 规律规矩 双手一臂 就书信一看 战士 定于什么时候 两军交战 说是两军交战 就是战场 拉在马尾江 打水战 一看老板 蒋平 战昭 赤话 好 刘世杰 我就不便写回信了 稍一个口径 我完全同意 到时候马尾江山 我朝天陵 要我们开封府 决以死战 如果说这一战赢了的话 我交出四宝 交出白居化养费 如果说开封府输的话 死亡不还 燕妃不给 以后不准来骚扰我 长天陵 大战予放心 有世界往回走 下书是非常的成功 回来之后 把这些事情简单 就告诉了 桓江苏蒋平 蒋平点了点头 定于某年某月某日 在马尾江上 要向长天陵 决一死战 操练水 军简断结束 一个月过去 两边的人 就等着这异常恶战 一耳天早晨起来 再看开封府 主人是整装待发 齐刷刷的水军呢 开战船的国家的队 战船有的事 来到马尾江这儿 排开阵势 排人一看 再看朝天陵 水寨债门开发 由他里边 大小战船也都出来 两边排开阵势 再看正当中 五皮金椒椅上坐着一个人 正是王继先 手中 端着这头九二八混刀 两边就是一场恶战 蒋平看两边 哪位先去打头阵 华人干路 有人嗷嗷一声 我去 谁 偏狂风 韩天井 韩天井一拿大棍 联手换小船 来到战场中央 人家那边也派来一位 谁呀 宁夏国战变王八宝将曹雷 曹雷掌中一队大锤 两边是一场恶战 宁夏国战变王八宝将军